很多人现在认为 非常好 非常方便 甚至是骂美国 说美国实在是太落后的 这样一个东西啊 就是手机支付 大家可能会说 手机支付怎么了 这不是这个科技进步 给人类带来很多方便吗 这个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个产物啊 你出门了不用拿钱了 你不用找一堆零钱 对吧 然后你也不用带信用卡了 我们现在就是 只要一个手机出门 就一个手机通天下 你不管是给路边的乞丐也好 或者是你去便利店也好 你只要一扫码 你的钱就这样出去 那这个行为的确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不知道的是 在这个后面 给我们带来有多大的隐患 从亚洲来的 不管是台湾 中国大陆 日本还是韩国来的 都有个迷思 就是认为说 美国怎么会这么落后 不管是付款方式啊 还有生活模式 外送 还有购物 都现在还有人在用现金 用信用卡 那我之前去上海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上海实在是太先进了 在机场每一个人 都不敢违规停车 接送的人 只要在原地 待超过6分钟 手机马上就收到一个简讯 说你被罚款了 你还记得 你以前住上海 对不对 你当时是这个样子吗 好像是啊 那当时的话 会觉得说 哇这样子的生活 好方便 好便利 美国简直就是 活在一个原始的生活一样 那结果 这是在中国大陆 你可以看到 就是所有的资金流动 全部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 政府可以随时找一个理由 就直接把你的账号里面的钱扣 疫情期间我们好像很开心 政府可以直接把这个补助的金 放在我们缴税的户头里面 现在发生在 Kanye West身上 还有在川普身上 就是政府可以直接要求银行 冻结你的钱 然后把你的资产扣押 美国不是没有本钱 或是有想法去做这些什么 电子付款的事情 当时Elon Musk创立PayPal的时候 那个是20几年前了 他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 一个没有金钱的社会 但是当时是违法的 政府没有资格去监控人的所得 以及个人账号的 还有他的资金来源 因为这全部都是私人资讯 但是透过了COVID 还有人们为了更方便 认为说这些方式生活模式更方便 这样子就不用去银行提钱 这样消费就更方便 得到的结果就是 你把你的私人资讯 全部都给了政府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说 我忘记了是说在台湾还是在日本 就是突然有大地震的时候 然后断了电 人饿得受不了 那家又回不去 所以就说那我就去买点东西 但是去了便利店发现便利店没有电 就没有网 那你就没有办法用手机去支付 那你到那个时候 你如果身上有现金 你是不是就可以买东西 就是不管怎么样 现金还是一个凭据 如果要是没电了 那就证明你没钱了 所以这就是把钱电子化 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危害 你后期可能说说 那钱 那你拿在手里 它不也是一堆纸吗 那最起码你还能拿在手里 不是吗 你拿在一个手机里 没电了 没网了 你就没钱了 你就花都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 对 而且这个电子的这个付款 是每一个国家都在推行的 因为国家可以马上就知道所有的资讯 你拿现金去付的话 它反而就没有 为什么很多餐厅 它都要规定要付现 因为要逃税 对 那我不是在鼓励大家逃税 使用现金是一个 可以不让政府知道 你所有资产的动向的一个方式 你看我们刚才去那个大华 大华上面就写得很清楚 请大家使用信用卡 或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企业 会想要帮着政府 起来推行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如果有什么iTunes之类的 就知道 他们有时候你sign up一些东西 他们扣你钱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他们要扣你的什么会员费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不太会察觉到吧 如果这个钱不是大笔的金额的话 你如果要说几块钱 或者是十几块的话 你大概如果要像年轻人 不是说一笔一笔会记账 也不是说经常会去查看你户头的话 那你少掉这些钱 其实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那对于这些公司来讲 他从你这收五块 他从你那收十块 收完收去钱就多了 所以就是说 这样的话 政府掌握你每一笔资金的流向 而且他可以非常轻易的了解 你生活的这个方式到底是什么 你消费模式 你买什么东西 对 他这样一看 他就非常清楚 这就是我们最不希望政府掌控 我们隐私权的一部分 那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你的消费模式 以及你钱的流向 这些都会被政府掌控的非常清楚 你会有什么 你会有什么 谢谢观看